熟睡的女孩突然感觉自己的床震了一下 女孩睁开眼 转过身 这个死胖子竟然直接掀开了女孩的背影 女孩从下床抱起地底想逃走 却被胖子也抓了回去 就在胖子马上得手时 女孩不仅及时的疼 就想着 然后拿起来的 这就是狂野的西部 想要家人不受伤害 就必须强大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男人正是黄石农场的第一任主任 詹姆斯达顿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美剧黄石的前传 也是黄石宇宙体系的首部衍生剧1883 故事开始 一伙马匪正在追杀一个驾车的农夫 这伙马匪仗的人多 专门抢劫落单的过客 可这个农夫却丝毫不怕 手雷将成就杀成 农夫越进入 农夫越进入 农夫直接摔起 剩下的马匪见农夫枪法神准 想从前面迎面阻击 怎料农夫跳下马车 搬着自己的装备钻进了草丛中 原来农夫的背包中是一把脑石机 最后一个马匪扭扭住 最终还是成了农夫的枪下王府 这个农夫正是詹姆斯达顿 以一己之力全肩马匪 这里我们暂且称他为大表哥 而这一切都被山坡上的警探南叔看到 正在大表哥收拾装备时 南叔和副手托马斯达来打招呼 大表哥对两人见死的就非常不满 而他之所以孤身一人在这里 是为了寻找一处理想的地方生活下来 看过黄石的人都知道 达顿家族最后在蒙大拿州扎了根 可一八八三年的蒙大拿 还是印第安人的地盘 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经常发生冲突 所以大表哥最初的目的地是俄勒冈州 而他深知西部世界的凶险 所以自己先带着行李来到了 德州的一个叫沃斯堡的小镇 而妻子和子女乘火车晚上到达 大表哥存好马车和行李 打算先去旅店休息 结果路上被人撞了一下 就这一撞 大表哥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 可壮汉身上并没有他的钱包 那就是另外的人 小伙还想跑 可在快也快不过锁命的子 随着街边小男孩的一声大火 众人一拥而上 对着小偷就是一对独感 大表哥趁机拿走了自己的钱包 接着就出现了开头吊死小偷的人 在十九世纪的每个西部 每个人都可以是执法者 前提是你足够强大 但如果你没什么本事 那就只能花钱雇佣安保 德国移民想花钱雇南叔 雇送他们到俄勒冈州 可德国人太天真了 南叔都想不通 这群德国人是怎么到达美国的 如果要护送这么多人 南叔和副手根本没法完成 南叔找到镇上的牛仔 可德州到俄勒冈有两千多公里 这活风险太高了 根本没人想接 这时 南叔发现了吃饭的大表哥 他想邀请大表哥一起护送德国人 但大表哥以妻儿不变为由拒绝了 晚上 大表哥到火车站接到了家人 大女儿埃尔沙达顿 妻子玛格丽特达顿 小儿子约翰达顿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 这个约翰达顿应该是 黄世忠老约翰的爷爷的口气 也就是大表哥是老约翰的爷爷的爷爷 回到剧中 一起到来的还有大表哥的朋友的遗孀以及女儿 安顿好家人后 当晚便发生了胖酒鬼进入房间 差点糟蹋了艾尔沙的事情 大表哥意识到 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单凭自己口不太够 第二天 大表哥就找到了南叔 表示愿意结伴北上 众人简单地休整后 决定当晚就向北进发 车队在镇子外的河边扎营 一大早大表哥就找到南叔 商量如何解决众人伙食的事情 于是他们雇佣了镇上的牛仔 一行人到附近去围捕野鸣 可当男人们去追捕野牛时 营地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他们看车队中没有带武器的虎 便起了怠心 女人们知道他们的想法 也知道大表哥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便开始用石头去赶他们 马匪投资一把将女人 看着 千军一发之际 大表嫂用猎枪顶住了马匪的头 关键时刻 德国营鸣的气氛 马匪虽然有武器 可架不住人多 营鸣们团结一心赶走了马匪 守住了自己的补给 但凶恶的马匪可不会放到 还没准众人转 马匪就差了死 营地中的人们最吓好 一下子就对马匪 卸完分这群马匪毫不恋战 迅速逃离营地 反观营地这边 死伤惨重 另一边 男叔带领牛仔们围捕了一群野牛 一下子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结果在回城的路上就接到了噩耗 营地里一片哀红 男叔决定到镇上寻找这群马匪 以他对马匪的了解 这时候他们一定在镇上的酒吧找乐子 大表哥安抚好家人后 跟着男叔来到镇上报复 他们找到镇上的治安官 治安官仍给了大表哥一枚警惠 这在镇上可是护身符 随后一行人前往酒吧抓人 德国人一眼就认出了马匪的成员 没错 就是这么的狂野 就是这么的西部 男叔当即决定 明天一早就启程北上 如果不赶紧离开 肯定会有更凶残的马匪去抢劫车队 第二天一大早 车队集结整装待发 可大表哥兄弟的遗孀却不肯走 原来 在这次冲突中 他的女儿不幸遇难 女人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最后选择引弹自尽 大表哥安葬好女人后 和家人踏上了北上的真诚 两千公里的危险不单单来自马匪 白天才在马匪腔下捡了一条命 晚上一个不留神就被野狼咬得稀巴辣 就算同行有人保护 你也大概率会命丧黄犬 躲过野兽的袭击 却躲不过意外的降临 这个男人就因为推出了车队 跌倒后被前行 再看看这个急匆匆的女孩 在蛮荒的西部 死亡无处不在 可最险恶的并不是恶劣的环境 凶猛的野兽 而是险恶的人性 这天男叔看到了刚刚失去丈夫的吉普赛女人 在这蛮荒的西部荒野 没了男人 女人就只能等死 更何况女人还带着两个孩子 他知道 如果想要活命只有一个方法 他也只能选择这个方法 可女人不知道 男叔的妻子和女儿 刚刚因为天花失去了生命 他无心再娶 他承诺会照顾女人 直到安全到达鹅乐岗中 可女人根本坚持不了几天 因为他的补给 都被车队中的恶霸抢走了 女人带男叔找到恶霸 抢女人的动心 托马斯也很生气 非但如此 男叔还砍断了恶霸的车肘 放走了他们的马 可在晚上就出事了 恶霸纠结了车队中的人 控诉男叔只是他们花钱雇来的保镖 凭什么弄坏他们的车 放走他们的马 还对他们大打出手 德国移民的小首领 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面对恶霸 男叔没有废话 直接用牛仔的方式解决 男叔没有杀了恶霸 但他知道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他告诉托马斯 明天带起普赛女人和孩子走在队伍前面 男人被恶霸抢走了粮食 在蛮荒的西部 没有吃的 就只能等死 男人一家根本不是恶霸的 大表哥制止了这场争动 大表哥拿走了恶霸多余的粮食 但车队中抢粮食的恶霸可不止一个 男叔把他们预付的安保飞退给他们 接着把这些抢夺粮食的成员丢在了园里 另一边 赶牛的牛仔在山坡后发现了勾火的痕迹 荒郊野里 这说明很可能有马匪在暗中跟踪车队 伺机而动 看周围的痕迹 这波马匪大概有六个人 他们猜得没错 这波马匪先盯上了被抛弃的抢粮食的人 一大早 大表哥就发现了远处的能言 他们知道 他们抛弃的人被马匪抢劫了 车队继续前行 而移民的首领被丢在了原地 他成了掉出马匪的诱饵 不出预料 山坡后的马匪掉进了他们设的陷阱 等车队走远了 就是他们出动之时 还没缓过行程 其他马匪就冲了过来 枪声大坐下的女人连滚带爬 此时南叔带人从侧翼杀死 马匪们毫无准备 掉头 马匪们一路 竟然追上了前行的车队 好在南叔早有安排 大表扫带队阻击 当时的女人 死守车队坐 保护牛群的艾尔莎 听到枪声有些害怕 年轻的牛仔让他待在原地 随后拿枪去支援车队 最后只剩下马匪头子逃出包围 却遇到了前来支援的遗旗 在蛮荒的西部世界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爱尔莎抱着刚刚离世的年轻牛仔 前一晚他们才私定终生 还没来得及收到父母的祝福 年轻的牛仔就离他而去 虽然认识才几天 可这个风雪幽默有担当的年轻牛仔 深深地吸引了艾尔莎 他没有看错 年轻的牛仔最后死在了保护牛群 保护车队 保护艾尔莎的战场上 艾尔莎愤怒地冲向马匪头子 举起枪 可手刃仇人 并没有让他从悲伤中走出来 在这蛮荒狂野的西部 就当他要用最浪漫的方式追随自己的爱人时 南叔找到了他 原来南叔也有着悲惨的经历 南叔的女儿和妻子都死于天花 悲伤欲绝的南叔一把火烧掉了房子 也曾想追随妻子和女儿去 可他记得妻子还有未完的心愿 他一直想去看一次大海 所以南叔要带妻子看一次大海 了结心愿后才能放心而去 听完南叔的经历 艾尔莎重新燃起了希望 而车队也继续赶路 他们在最后的据点购买了补给 雇佣了厨师 在这里 他们还遇到了友好的科曼奇族人 而艾尔莎则遇到了 有同样悲惨经历的科曼奇人萨姆 在经过赛马之后 两人互换了信武 第二天 车队遇到了风暴 更糟的是 风暴形成了恐怖的龙卷风 为了减小伤亡 他们只能抛弃马车 卸下马鞍 让马匹独自逃亡 因为这种情况下 动物会根据本能逃到低波被封的地方 所有人都扶在地上 等待末日尽快过去 由于正确的抉择 车队竟然临伤亡 只是损失了大部分的马车 但就在众人打算找回牛群时 厨师竟然发现了偷牛贼 原来这群马匪一直跟在车队后 一有机会就会偷走牛群 可这50头牛是车队穿越无人去的食物 他们必须把牛群从头牛贼手中抢回来 所以南叔立刻找到了大老哥 他们立刻起程追击偷牛贼 可当他们追上牛群时 却发现对方足足有13人 南叔立刻让众人四散开来 等不到找到合适的位置 下马正面狗鸡 三人虽然都惊艳老道 枪法神准 可架不住对面人数太多 西部平原上 女孩骑马狂奔 身后三名马匪紧追不死 由于没有经验 女孩很快就要被马匪追上 就当女孩张开手臂要放弃时 转机骤线 萨姆突然出现 马匪全都倒在了他的斧头下 接着 萨姆和朋友赶到主战场 解救了快要撑不下去的大表哥等人 这次可谓是最凶险的一战 三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尤其南叔 子弹差点冻穿他的头颅 由于刚刚经历了风暴 队伍需要原地休整 热情的萨姆让艾尔莎 从失去爱人的悲声中走了出来 他不顾母亲的反对 与萨姆私定终身 并约定 等到达顿家族到达俄勒冈后 他会回来嫁给萨姆 这天 前行的队伍发现了一处 被洗劫的印币安部落 这是印币安的拉科塔族 根据现场的马蹄印推测 这伙马匪有六人 可南叔突然意识到大事不明 原来 等拉科塔族的男人回来 会在现场发现他们的痕迹 误认为是他们干的 而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印帝安的领地 逃跑是来不及了 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他们找到马蹄 砍下他们的头 剥下头皮 送给拉科塔人已是清白 南叔带着托马斯和大表哥 追杀马蹄 大表嫂和另外两名牛仔守护车队 厨师看到现场的惨状 担心拉科塔人报复 劝说大家尽快离开 担心自身安危的一名 紧随厨师逃离了此 另一边 追杀三人组很快就找到了马蹄 三名马匪赶来交涉 他们带上警徽冒充 是当地治安官 他们诬陷拉科塔人偷马 在确认三人杀了拉科塔人后 远处的马匪见状拍马 大表哥三人虽然解决掉了马匪 可还是晚了一步 拉科塔的男人已经回到部落 看着眼前的惨状 他们定要为族人报仇 而在前探路的艾尔莎 突然发现了厨师的马车 当他想提醒厨师走错路时 发现厨师正在被一群印第安人袭击 随着厨师被杀 印第安人把目光放在了艾尔莎身上 而就在艾尔莎带着这群印第安人回到车队时 为了保护车队 艾尔莎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他吸引走了一部分印第安人 而车队中的大婊嫂 大家开始发现了 虽然这是一场误会 可一旦开了 就没法停止 艾尔莎在逃跑途中被印第安人击落下马 等他再次醒来时 看到车队中的人被印第安人虐杀 他非常愤怒 虽然杀掉了眼睛的印第安战士 可艾尔莎也被剑尸射成了复杂 但他没有停止战斗 随着艾尔莎打光的子弹 他说出了科曼祈福的语言 接着还解释了父亲去追杀真正屠杀拉克塔的马匪 拉克塔族人才转身离开 可艾尔莎已身受整伤 他回到车队 母亲和牛仔立刻为他处理伤口 为了防止感染 他们第一时间为他拔出了箭矢 与此同时 大表哥等人正好遇到拉克塔人 因为艾尔莎的原因 双方没有盲目开火 大表哥得知女儿受伤后 急忙赶回车队 看着坚强的女儿 大表哥非常自责 不过他知道 只要伤口不感染 女儿还有一些生机 可当他询问牛仔女儿的伤势时 他这才知道拉克塔族的箭头都是用粪便泡过的 而箭矢正好贯穿女儿的肝脏 这意味着女儿必死无疑 第二天 他们赶到了最近的镇上 找到镇上留守的军医 可结果一样 军医让他们尽快为艾尔莎找到安葬之地 而大表哥为了女儿不得不放弃 迁往俄勒冈的计划 他要就近为女儿找一个安身之地 就此扎根 这样他们就能永远陪在艾尔莎身边 而此时 明明队伍也发生内讧 大部分人决定不再需要南叔 他们要自己迁往俄勒冈 众人就此分道扬镳 两个牛仔和大表哥一家做了最后的 返回沃斯堡镇 南叔和托马斯选择继续陪同艾尔莎 由于伤口感染 艾尔莎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 大表哥陪着女儿享受着最后的时光 雪山脚下 草原之上 这可能是他能给予女儿最后的礼物 这天 他们遇到了皇室附近的印第安部族 部落热心地帮艾尔莎处理了伤口 大表哥询问酋长附近 有没有适合栖息的土地 酋长告诉了他一片部落经常打猎的地方 那里便是后来的皇室农场 大表哥可以带家人去那里定居 但他们必须允许部落的人去那里受灵 并且酋长还做出了预言 可艾尔莎所剩时间不多 只能由大表哥带着他先去 艾尔莎和母亲做了最后的道别 大表哥带女儿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独自离开的移民队伍没走多远 就遇到了马匪 全军覆没无一信念 一直坚持跟随南叔的移民首领约瑟夫 活了下来 只是因为亿万失去了一条腿 托马斯和吉普赛女人抵达了俄勒岗 在这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南叔终于找到了大海 完成了妻子最后的心愿 在遥远的平原 身背弓箭的萨姆还在堵着自己的心身 大表哥扎根黄石 原来是因为女儿艾尔莎 这便是黄石农场的由来 三个偷马贼被牛仔们一路追赶 最后迫不得已躲进树林 马贼以大树做掩体 牛仔们损失惨 最后黄石牛仔还是 和马贼们占据地利 几个回合 黄石的牛仔全部掉下了 就在马贼降补刀时 男人正是黄石农场第一代主人 詹姆斯达顿 最后他把马贼吊死在了树林中 以示警示 直到回到家 妻子马格丽特才发现 詹姆斯受了很严重的强生 詹姆斯离开后 马格丽特带着两个儿子 约翰达顿一世 以及斯宾塞达顿 根本无力打理硕大的农场 于是写信给詹姆斯的弟弟雅各布达顿 可等雅各布到达黄石 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情 马格丽特早已被冻死在大雪中 一战战场的方 美军以前有队 而这个大兵 却以一己之力阻骨的同院的风格 战友让他打开吹 和大兵的腿中的枪 他早已做好牺牲的主 机枪打光了就用散弹枪 一枪 两枪 三枪 一枪 一枪 一枪的触发 可敌军人太苦 他还是被敌人冲上了高度 手高变成了肉骨 大兵用最后的意志 是被背后的敌音 大兵掏出小枪就被来 他从现实中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只是一个梦 男人叫斯宾塞达顿 是黄石农场第一代主人 詹姆斯达顿的儿子 从战场归来的斯宾塞 并没有回到黄石农场 而是来到了非洲大陆 1923年的非洲 已经成了白人的天堂 这次斯宾塞 是被一名白人富豪邀请 来解决近期一直骚扰营地的野兽 斯宾塞根据找鹰一眼 就看出了这是一只成年猎豹 原来退伍后的斯宾塞 成了一名猎人 专门猎杀凶猛的野兽 而斯宾塞有的习惯 就是从不用牲畜作诱饵 餐桌上 白人美女立刻就被 斯宾塞身上的野性所吸引 各种暗示层出不穷 可斯宾塞的心思 全在晚上的猎豹身上 晚上 斯宾塞在营地周边蹲点 白人美女正好出来上厕所 就在她准备起身的时候 斯宾塞听到声响赶紧上前 一将激 但白人美女早已被咬断了锅 就当斯宾塞以为完成猎杀时 怎料还有另一只猎豹 她被扑倒在边 忍着被撕咬的痛苦 用匕首击退了猎豹 斯宾塞反应迅速 立刻捡起地上的猎枪 可猎豹消失了踪影 这是她的两个同伴 斯宾塞连忙追了上去 可看这样子 同伴早已凶多吉少 斯宾塞连忙帮同伴处理伤好 但为时已晚 画面一转 蒙大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蝗灾 牛群没有足够的草原 饿死了大半 有些农场主就会偷偷 把自家的牲畜 赶到别人的土地上放来 而为了让牛群有足够的吃的 雅各布达顿不得不把牛群 赶到草原充足的地方 就当快要到达目的地时 杰克达顿也就是斯宾塞的侄子 却在山坡的另一边 发现了漫山遍野的羊群 对方一枪打死了杰克的马 而杰克恰好被马压在身下动场不得 可更糟的是 远处一个牛仔正持枪朝他奔来 准备向他开火 杰克立刻向对方求饶 千军一发之际 雅各布带领皇室牛仔 救下了杰克 控制住了这群遇神结局的羊官 雅各布早就警告过羊官 这次他要用黄石的方式审判这群羊官 他把几人吊在树上 生下则是自己的骏马 是死是活泉凭他们自己的造化 如果生下的马跑了 那他们就会立刻被吊死 雅各不知道 这几个人中肯定会有人活下来 他就是想让活下来的人告诉外界 惹了黄石的人是什么下场 可雅各布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这一决定差点让达顿家族灭了 火不其然 经过不懈努力 羊官终于引来了一匹马 他拿到了马鞍上的一把匕首 在被吊死的前一秒 割断了手上的绳子 成功逃过一截 另一边 雅各布把羊官的羊群 送给了附近的印第安部落 达顿家族之所以能再蒙大麻扎根 多亏了当年部落大长老 收留詹姆斯一家 双方自然就此交好 第二天 达顿一家到镇上购物 返回农场时 雅各布让牛仔们在前方开路 他带领族人在后面跟随 杰克的未婚妻就中了一枪 迪安部 达顿一家只能迅速找到银 敌人虽然人是战国 可黄石人可不是冷世子 好在 前面的牛仔听到了枪声 知道大事不妙 连忙往回赶 可这时 雅各布后方突然开了一辆82年的劳斯莱斯 来者正是死里逃生的阳官 多云一顿少生红 黄石的牛仔终于 战斗 经此一劫 达顿家族损失惨重 约翰达顿当场身亡 儿子杰克达顿也身中一枪 族长雅各布身中竖枪 虽然经过医生的权力抢救 但还是陷入了昏迷 约翰达顿的儿子杰克达顿受伤虽然不重 可年纪上轻 难堪大用 家族中唯一的也是最强战力 斯宾赛却远在非洲 如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斯宾赛上 可为了不让外界知道达顿家族如今的虚弱 他们甚至不敢发电报 只能用寄信的方式通知斯宾赛 即便这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另一边 杨官可不打算给达顿家族喘息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 黄石农场就算剩下一个女人 也会和自己决意死战 与其被找上门 不如主动出击 所以杨官找到了当地的商人 商人一直基于黄石农场的土地 当听到杨官说达顿家族的男人都死光了后 他当即决定资助杨官一笔钱 让他召集人手 尽快解决掉达顿家族残余势力 等到那时商人拿地 杨官则会分得黄石农场的其他财产 两人一拍集合 拿到钱的杨官立刻行动 当晚就杀掉了黄石农场巡逻的牛仔 并且抢走了黄石农场一半的牛 第二天 当牛仔赞恩把这个消息告诉卡拉后 杰克很冲动 想都没想就要去追回牛群 卡拉立刻制止了杰克 卡拉表面镇静 实则早已失了方寸 在达顿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刻 他希望雅各不能给自己一些暗示 可能是听到了卡拉的祈祷 雅各布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他告诉卡拉必须坚强起来 等到斯宾赛回来 现在被偷的牛群就不要了 要保住黄石的有声力量抵御外语 而雅各布也从赞恩纳得知 家书已经祭奠斯宾赛 只不过等到斯宾赛回来可能要几个月之后了 为了封锁雅各布受伤的消息 每两周召开的农场主大会只能由卡拉出席 并且卡拉对外宣布 雅各布是去隔壁州追捕偷牛贼了 而杨官知道 这只是达顿家族放出的烟雾弹 他特意追到外面嘲讽了卡拉一份 可他不知道 这世上比黄石男人更猛的就是黄石的女人 卡拉口中的侄子正是黄石最强占的斯宾赛 只不过此时的斯宾赛早就掉进了山德拉的幸福 但外表狂野的斯宾赛 身体里却一直有个心魔 因为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家的死 他从不敢拆开黄石寄来的信件 信件越存越多 直到这天被山德拉发现 为了帮斯宾赛打开心结 山德拉决定自己读给斯宾赛听 听到卡拉关心战场上的斯宾赛时 他们会一起落泪 听到卡拉讲起黄石农场有趣的事情时 两人被逗得恐怖大笑 在山德拉的陪伴下 斯宾赛终于打开心结渐渐地睡了过去 直到山德拉在天亮时打开最后一封信 他连忙叫醒了斯宾赛 因为这正是那封十万火急的召回家书 斯宾赛听着家族的遭遇 流下了泪水 可在一百年前 从非洲回到蒙大马 就算一切顺利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可不幸的是 两人被告知这里并没有直达美国的邮轮 他们必须先到伦敦 然后转成到美国 可最近一班到伦敦的邮轮 要三个星期以后才出发 回家兴起的斯宾赛 不可能在这干等三个星期 他们只能寻找其他回家的办法 另一边 杨国尔和富商已经开始行动 讽刺的是 他们采取的方式 竟然和后来贝斯保护农场的方式如出一辙 他们买下了黄石周边所有土地 要慢慢蚕食掉黄石农场 而黄石农场内 杰克担负起了农场的日常事物 根据雅各布的指示 他们必须卖掉母牛维持农场的日常开支 等到斯宾赛归来 可母牛是农场的根基 这无异于慢性自杀 牛仔们看不到前途 已经有人擅自离开 杰克想不明白 叔叔为何一再忍让 这不符合达顿家族的作风 与此同时 斯宾赛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式 一个老头正在招募水手去往伦敦 可老头的船太小了 根本找不到人 斯宾赛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但这老头着实有些诡异 回家的路可能不会顺利 斯宾赛带着杉德拉来到马头 由于非洲没有发电报的地方 斯宾赛先是找到了一艘停靠的军舰 给家里发了一封自己要回家的消息 接着两人找到了老头的船 不过这船着实有点破烂 可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登上了老头的破船 这艘年纪和老头差不多的小船 就这样驶向了大海 而这一路注定千难万险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 老头就发现了不远处 有艘巨型幽灵船 这家伙可是比海盗还恐怖的存在 这种船都是因为波炉爆炸 船员弃船逃走 但船就这样随着洋流飘荡 幸好老头经验丰富 提前发现了危险 破船有惊无险地避开了巨轮 斯宾赛和山德拉看着眼前的巨无霸 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段旅程的艰险 晚上三人要轮流值班 老头在给两人介绍完如何驾驶后 就回到船舱休息 到了换班的时间 斯宾赛看到老头的样子 打算自己回到驾驶室继续值班 怎料老头醒了过来 斯宾赛直言老头需要休息 等到斯宾赛醒来时 突然听到了引擎的异响 来到驾驶舱的斯宾赛发现 老头竟然已经凉透了 斯宾赛立刻通过电台求救 可话还没说完 斯宾赛发现之前的那艘巨轮 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斯宾赛来不及多想 立刻重启小船 猛打舵轮想避开巨轮 可谓是已晚 与此同时 照常到邮局等信的卡拉 在路上遇到了阳光和富商 富商开门见山要见雅各布 并愿意出高价买下黄石农场 卡拉虽然表面淡定 实则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直到邮局的人 把斯宾赛的电报递给他 卡拉终于看到了黄石延续下去的希望 不过 此时的斯宾赛境遇可能还不如他们 茫茫大海上 只剩下一艘翻掉的小船 不知过了多久 斯宾赛拼命挣扎浮出水面 可当他艰难爬上小船时 却始终没有发现山德拉的踪迹 他大声呼喊 终于在船舱内听到了声音 斯宾赛一头扎进海中 在船舱内找到了 即将被淹没的山德拉 他让山德拉抓紧绳子的一头 在斯宾赛的带领下 两人成功逃出船舱 斯宾赛知道 他们只是暂时逃过一劫 缺水和暴晒将是 接下来面对的两大难题 所以他必须再次下水 去船舱内找些必需品 临走前 斯宾赛再三主妇 山德拉一定要待在船中央 可斯宾赛前脚刚下水 山德拉就注意到了 不远处的救生圈 等斯宾赛拿着淡水回到船上时 发现山德拉又不见了 他大声呼喊 听到了船的另一侧船来呼救声 原来山德拉本想拿到救生圈 就返回船上 可早已筋疲力尽的 他被暗流越推越远 斯宾赛来不及多想 再次跳下水 在斯宾赛的帮助下 两人再次脱险 简单地补充完淡水后 山德拉情绪开始崩溃 在生死面前 浪漫的爱情也无法支撑 他勇敢地面对这一期 斯宾赛只能尽力安慰山德拉 因为在发现老船长死后 斯宾赛立刻发出了求救信号 所以他们只要坚持住 就能等来救援 但茫茫的大海可不会放过他们 没多久 小船周围就聚集了 数条觅食的鲨鱼 画面一转 雅各布伤势恢复得不错 并且卡拉已经把 斯宾赛回家的消息告诉他 雅各布知道复仇的时机到了 他让赞恩抓紧时间招募牛杂 扩充皇室农场的战力 与此同时 卡拉与治安官在招聘畜牧官 但大部分都是不怎么靠谱的混混 所以一天下来 他们只招到了四个合格的畜牧官 这与雅各布预期的 二十名畜牧官相差甚远 为了家族的安全 卡拉不得不把雅各布重伤的消息 告诉治安官寻求帮助 而雅各布知道 卡拉他们根本找不到二十个畜牧官 可负伤和阳官已经扼住了 皇室农场的咽喉 所以他才让赞恩招兵买马 自己要亲手干掉阳官来复仇 卡拉不想让雅各布再次犯险 但固执的雅各布根本不听劝阻 正在此时 治安官带人来到农场 面对治安官的劝阻 雅各布彻底失控 他必须用属于达顿家族的方式复仇 这样才能震慑那些 基于皇室土地的强盗 但治安官是雅各布多年好友 他自然不会让雅各布以身犯险 他会找机会立刻逮捕阳官 自己无法亲自复仇 雅各布非常生气 但面对家人的关心 雅各布无言以对 冷静过后 雅各布向妻子卡拉表达了歉意 他报仇并非为了发泄私奉 而是为了家族为了妻子 为了保住这片土地 他不想这片土地被钢筋水泥占领 他要为后代留下一片劲度 卡拉终于贝雅各布感染 不再阻止他的复仇计划 而另一边 扛到夜晚的斯宾塞两人终于见到了希望 熟睡的山德拉被远处的汽笛惊醒 他看到远处一艘巨轮缓缓驶来 山德拉连忙叫醒斯宾塞 两人兴奋地大声呼救 斯宾塞朝天开枪 希望对方 但声音还是太微弱了 巨轮缓缓地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又当两人绝望之时 汽笛再次响起 是的 他们获救了 这是一艘美国军舰 获救的斯宾塞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在军舰上迎娶山德拉 在舰长的见证下 两人完成了婚礼 斯宾塞和山德拉军舰旅程告一段落 他们被放在了意大利 斯宾塞定了周四的英国邮轮 就在两人里蒙我蒙时 原来是被自己抛弃的未婚夫一家 这个英国贵族 郑乐狠狠地盯着抢走自己女人的斯宾塞 小贵族不甘心 他要和斯宾塞决斗 而斯宾塞深知这是英国人的地盘 一再忍让 可知小贵族的嘴巴比公侧还脏 小贵族选择了最擅长的利剑做武器 山德拉想劝斯宾塞停手 但这是荣誉之战 是的男人就不会退缩 不出所料 爸爸式的小贵族根本不是斯宾塞的对手 斯宾塞不想把事情闹大 把小贵族拖到了老伯爵的身边 随着小贵族坠海 船长只能暂时逮捕了斯宾塞 在老伯爵的强压下 船长以私自决斗唯有审判斯宾塞 而船上都是英国贵地 根本不会有人为斯宾塞作证 第二天 斯宾塞被驱逐 而山德拉则会被强行带回英国父母的身边 这对新风夫妻蜜月还没过完 就要天歌一方 山德拉在斯宾塞离开之际大声约定 会去蒙大拿与他相见 另一边 蒙大拿已经是深冬 而这天 雅各布重出江湖 他带着牛仔们来到镇上 目的就是告诉全世界 雅各布达顿还活着 接着 顺道和治安官逮捕了杨官 可杨官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此时他已经彻底地帮上了富商 而富商才刚刚当选 联邦政府新设立的矿业委员会提醒 果不其然 富商得知杨官被捕后 立刻聘请了全美最好的律师 并且收买了当庭法官 就这样杨官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法律 除了杨官 雅各布还有更重要的是要解决 他现在需要钱来扛过冬天 可当地的银行早已被富商买通 根本没人愿意再给黄石贷款 第二天 富商便来到黄石 原来银行的朋友 把黄石现在的诊计告诉了富商 富商立刻从银行手里 把黄石的债务全部买断 并且当面告诉雅各布 如果年底还不上钱 黄石农场到时候就是富商的 雅各布虽然愤怒 但更多的是无奈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斯宾赛紧快回来 挽救黄石农场 拯救塔顿家族